从沟空府看,农地一片绿油油,但随着镜头贴近,是大规模的文旦被放置在土地上。 国民党团跟农民代表在12号召开记者会,通平农委会糟蹋入农的心血。 但农委会农粮署回应,堆放在凤林及瑞穗地区的文旦是排除制作金油的劣等大果,目前正在等待发酵后进行土壤改良,未来用于堆肥使用。 所以说大家看到那些,它并不是随地的气质,它是做一些土壤改良,把那个六等的大果来堆置在那边,先堆置,让它发酵之后,然后再跟土壤混在一块,达到土壤改良的目的。 根据农粮署资料,今年大果收购计划一台金十块钱,收购总预算五千万元,截至到9月11号为止,总共收购了四千零三十一公顿,而收购后让每公斤文旦均价来到六十五元, 和去年相比上涨百分之两百三十七,又农提到,大果因为卖相问题本来就销售不易,销售计划切实将今年的产销得到缓解。 非常感谢这次我们农会对大果的收购的部分,有帮助到我们许多的农民,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资产自销的部分,大部分实在是很难在市面上做一个销售通路。 中秋期间农产议题意外成为政治话题并持续发酵,至于未来收购计划及多元应用,政府都应该要清楚交代,让农民的心血发挥实质效用。 原则新闻找到BIT,华联市采访报导。